就因朋友 酒后的一句话 他竟怒气冲冲跑回家 朝妻子脸部 头部 胸部猛砍竖刀 更可气的是 他嫌手里的刀不衬手 接连更换两把 直到他找到衬手的兄弟 杀掉妻子以后 他竟四处寻找自己三个月大的女儿 庆幸的是 孩子第一时间被父母抱走 这是当时法庭外真实的一幕 死者家属情绪激动 悲愤交加 现场拉起残忍杀鸡 不死天理难容的横幅 死者外婆更是跪在冰冷的石阶上 祈求法院严惩凶手 眼前这个一脸横漏 异常淡定的家伙就是本案凶手 他刚走进庭审现场 受害人家属就愤怒的扑了上去 咬他长命 保安立即阻止了家属冲动的行为 先认识一下吉星鹏 年龄二十四周岁 坐拥千万家产 他妻子欺贺新刚嫁给他半年 就被他残忍杀害 事发时 他们的女儿也才三个月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丧失了骑马的人性 对妻子痛下杀手 据小区门口大姐回忆 案发当天 他看到吉星鹏浑身酒气的走进小区 紧过去一个小时 就听到悲惨的呼叫声 此时吉星鹏正在干着灭绝人性的恶事 民警赶到现场 立即将重伤的齐克辛送至医院 然而齐克辛伤事过于严重 医生也无力回天 胸部有两刀 可能是就我们初步判断 可能是致命伤 左色照片就是齐克辛脸部 被剁几十刀后的样子 对比生前的照片 简直无法想象 这是人干的事 你对齐克辛做了什么 用菜刀还有水果刀伤害我老婆 他根本对老婆的命势如草芥 吉星鹏供述 在自己疯狂砍刺齐克辛时 自己的父母听闻 立即赶来阻止 然而 这并没什么用 反而他砍刺的更凶狠了 此时的吉星鹏杀红了眼 真要取人性命 也许一刀就够了 然而他不是 他要让妻子在无比痛苦中死去 事后法医鉴定 死者头部 颈部 胸部 背部伤口高达七十多处 最终是以锐气刺刺头胸腹部 致颅脑损失大出血而亡 更可气的是 事者已已 网上的各种恶评接踵而来 有的说 齐克辛生活作风有问题 有的还说 他就是个人造美女 面对网络独评 齐克辛父母当即做了回应 第一 齐克辛北京邮电大学毕业 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第二 齐克辛从小就很漂亮 读高中时 就被公认为校五大美女之一 根本不用去整容 再者 当得知齐克辛和吉星鹏两人在一起时 二老知道吉星鹏家产万贯 但他们极力反对这门亲事 理由有两点 一是 吉星鹏曾有被拘留的劣迹 不是个好人 二是 家庭条件两家差距过大 根本就是门不当户不对 然而 当时齐克辛被爱情冲昏了头 悄悄偷走了户口本 私下跟吉星鹏扯了结婚证 事后不久 齐克辛便有了深怨 齐克辛父母眼见目以成舟 只能作罢 勉强同意了婚事 回想起来 女儿盛大隆重的婚礼 仍是众多亲友不可磨灭的印记 婚礼上的吉星鹏赌咒发誓 是要用自己的一生去保护妻子 让她幸福一辈子 说来真是可笑至极 这誓言就是个屁 不 还没有屁管的时间久 在外人看来 齐克辛每天都在幸福中度过 也为她经常在网上秀着恩爱 挖着名牌包包 晒着高档好者 直到死后 人们看到她生前的日记 才发现她所谓的幸福都是伪装 记录下每天的行程 减少不必要的矛盾 2012年8月14号 手机里多了夜总会女孩的号码 不仅骗人还动手 2013年2月3号 12点多打电话给她 说马上到家 声音听起来有回音 一听就是躲在厕所里打的电话 又去了夜总会 不要脸的东西 定下心 想想以后 希望越来越好 希望女儿能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长大 吉星鹏婚后 终日花天酒地 很少归家 即便回家 也是跟齐克辛展开唇枪舌战 这一点在齐克辛的日记中 也提到自己被丈夫多次殴打的事实 但是齐克辛为了女儿 有个完整的家 一次次忍让 为什么要动手打的 吉星鹏觉得夫妻之间打骂是正常操作 打就打了 那又为何要置妻子于此地呢 据吉星鹏交代 他认为齐克辛对自己不重 他查到妻子背叛了她 是在去年3月28日 齐克辛用她自己的身份证 跟一名姓许的男子有过开房记录 关于这一点 齐克辛母亲说 却有此事 但真相并非如此 其实是齐克辛的闺蜜 用齐克辛的身份证开的法 齐克辛身份证同时登记入住的这名男子 他的证言证实 他与齐克辛的一个称为姐姐的朋友交往 徐晓明与齐克辛的这位姐姐 一起去一家酒店住宿登记 准备让齐克辛过来一起聊天 在登记的时候 徐晓明发现 他这位朋友用的是齐克辛的身份证 而且为了让吉星恒不再怀疑 齐克辛父母还预交了四千元 准备做一份亲子鉴定 以证实孩子就是吉星恒的 然而等到做鉴定当天 吉星恒却晚起了消失 直到案发当天 吉星恒一如既往的与胡鹒狗友一起灌酒 就在酒桌上 朋友好死不死 非要聊起齐克辛的种种不识 这便促成了惨案的发生 吉星恒听到说妻子出轨 孩子长得又不像自己 怒火中烧 直奔家中 质问妻子有谋 随后 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气急败坏的吉星恒借着酒禁 残忍的砍赐了自己的妻子 然而亲自检测报告证实 两人的孩子却为吉星恒亲生 吉星恒听到后 不仅没有回旧 居然以孩子年幼为由 希望法院能从轻判犯 真正是可笑至极 残杀妻子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孩子 你现在要失花生米了 这会儿想起孩子了 要拿孩子当挡箭牌 2014年4月18日 经人民法院判决 被告人吉星恒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缓其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限制解刑 此外 肥偿死者家属2000元 简单来说 死缓一般不会死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 在执行期间 如果没有故意犯罪 二年期满以后 减为无期独刑 如果却有重大利封表现 二年期满以后 则减为25年有期独刑 缓刑期间 只要吉星恒表现良好 不再违法 他就能依法减刑 免于死刑的制裁 然而这货 在2017年11月 在狱中也为琐事5次伤人 南京中院以破坏监管秩序 罪判处吉星鹒 有期徒刑三年 一旦判决生效 将报高院核准 撤销缓刑 对吉星鹒执行死刑